在香港的生活壓力是非常之大的 無論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會遇到很多種種的問題 但當問題累積到一定的情況 也未能解決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大的精神壓力 而這些的壓力也會影響著我們的身體 會出現很多不同類型的症狀 當中包括就是常見的胃痛 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胃痛 我們主要講的部位其實是在上腹部 胸骨以下的位置 通常也會伴隨著一些消化系統的不適症狀 例如像是 惡氣 胃酸倒流 或者是胃口的變化等等的症狀 如果是胃痛的話 我們很多時都會發現是跟那個飲食習慣有關的 例如是一些暴飲暴食 偏食一些辛辣 肥膩食 食無定時 長期的癌餓 或者是試食一些生冷等等 都會影響我們的胃的受蠟功能 令到我們的胃不可以和降 就會出現了這個織滯 或者是胃部失去滋養 而出現胃痛的症狀 除了以上飲食習慣之外 其實我們剛才所講的 情緒也會影響我們的胃部 因為如果情緒影響我們的肝 肝膝疏的時候 肝環氣繁胃就會出現了這個胃痛的症狀 那麼胃痛呢 多數都會伴隨著這個胃碗的脹痛 也都可能會出現歇痛 胃痛 額氣 胃酸倒流 腿的邊會紅 又或者是胎會薄利 脈會炎等等 這些這樣的症狀 那麼如果在發作期間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譬如山薑 紫蘇葉 厚薄和清皮 去煲水去服用 這樣就可以達到疏乾理氣和和為止痛的效果 亦都可以用一些穴位的按摩去舒緩胃痛的不適 譬如我們常用的一個內關穴 它在我們前臂的內側 碗橫紋上三吋 掌腸肌件和碗屈肌件之間 亦都可以按我們的合谷穴 在我們的手掌的背部 食指和拇指之間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簡易的取悅方法 就是用一隻手的拇指指關節的橫紋 放在另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指撲圓上面 在拇指之下按壓到的地方 也就是合谷穴 一般我們的穴位按壓 就是大概兩至三分鐘 按到局部有點酸脹的感覺 又或者皮膚潮紅 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如果在平時的話 經常都因為情緒緊張的出現胃痛 亦都可以去服用一些食療 譬如是玫瑰花或者是茉莉花 加上這個陳皮一起去焗水去服用 這個效果就可以做到里氣和胃 可以減少胃痛的發作 如果在胃痛發作的時候 我們都要注意一下飲食 飲食的話我們要避免吃一些刺激的食物 譬如是辛辣、過酸、肥膩、難消化的一些食物 以小食多餐為主 甚至乎需要的話可以進食一些流質的食物 以減少胃痛的發作